我注意到了有关的报道 也注意到美方始终没有对俄方的指控 做出建设性的回应 美国是全球生物军事活动最多的国家 也是唯一反对建立多边核查机制的国家 国际社会完全有理由 对美方的生物军事活动提出质疑 美国作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一国 有义务遵守公约各项规定 也有义务通过澄清磋商等方式 配合解决国际社会的关切 我们欢迎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联合国等框架下 有国际社会对俄方披露的文件 进行公正客观专业的评估 包括听取美方的澄清 对于美方遵约的情况 国际社会届时自由公论 我们期待美方做出建设性回应 以恢复国际社会对其履约的信心 我还要强调的是 美方动辄指手跨脚 在没有确准证据的情况下 指责其他国家没有尊约 要求其他国家接受核查 借机实施非法的单边制裁 甚至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动武 另一方面 在涉及自身尊约的问题上 美方企图应付了事 这是不可接受的 尊约与否 事关国际和平与安全 不能由美国一个国家 以双重标准来界定 与此同时 以核查确保尊约 是国际共识 建立核查机制 是确保军控裁军领域 各项条约权威性 有效性的最佳手段 生物安全领域 不应成为例外 更不能因为美国 一个国家的反对 而止步不前 美方应停止独家阻挠 重启禁止生物物学公约 核查议定书谈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订阅